小时候,我对青梅说,我喜欢你好姐妹,可别跟她说,直到她姐妹婚礼,我掐着青梅的脖子,你嘴是真言啊,她冷吃,再敢说一句喜欢她,小心老娘垂你,沈幼楚要和贺强结婚了,高中的群聊炸了,我咬了一口苹果,一毕业就结婚了,那得随份子钱,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,我打电话给柳如烟,喂,沈幼楚结婚这事你知道吗,我是伴娘,我快要哭出声,那你是不是就不用随份子钱了,对,或许是听见了我的哭腔,她的声音变得不耐烦,� 我猛了,人要结婚了,你别缺大胆,柳如烟声音烦躁,电话里还传来了浴室的水声,稀稀利利的,我正要说话,那头直接给我挂了,我捏紧拳头,对着电话字牙咧子,然后继续打过去,干嘛,水声停了,声音怎么还那么烦躁,借我无感,我随份子,果不其然,她更烦了,说起来,我还暗恋过沈幼楚,初中时她转笑到一中,正好坐在了柳如烟旁边,两个大美女坐在一起,每天都有数不尽的情书,粉粉的,情真意切的,别问,问就是写过, 不过是给沈幼楚的,结果柳如烟直接帮忙一起扔掉,我谢谢你,于是我采用迂回战术,放学回家的时候,赤巨资给柳如烟买了个乔乐兹,她狐一的看着我,干嘛,我笑的狗腿,嘿嘿,建立邻里和谐关系,说吧,有什么事儿求我,那个,你同桌好像挺漂亮的,她微笑,你眼珠子掉了,不会自己看,好好的美女总就张了张嘴,你不要给我,拳侠,贱麦,我嘴唇贴近她耳边,过难为情的说,我喜欢上沈幼楚了,可别跟她说,随即直接跑开,你知道蜥蜴怎么跑 我跟那玩意儿有一瓶,看着吧,明天沈幼楚就知道,以我的经验来看,柳如烟肯定会跟沈幼楚说的,毕竟我小学死党就是第二天就跟班长告密的,然而,我等了一天,两天,三天,直到沈幼楚今天结婚了,柳如烟还是没说,真,守口如瓶,婚礼,我姗姗来迟,仪式已经接近尾声,兄弟伊藤城问我,你咋才来,还有,你头发怎么成这样,我甩了甩头发,潇洒中带着几分生死看待,俺去十个节公社找不得路给我弄了一个实心的发型,吹吧,我去街边 本打算剪个碎盖,理发师趁我睡着给我剪了个锅盖,所以现在顶着这么一个锅盖头来了,柳如烟穿着一身伴娘服走过来,摸了摸我的脑袋,冲伊藤城说,你弟都长那么大了,我正脱开她的手,没好气到,你妹啊,柳如烟责了一声,谁给你剪的这个发型,我找她去,语气中的金黄半点不做紧,算了吧,赔了我五百块钱了,一会把钱转你,说起来,毕业后真是穷酸,就连包份子前的红包都是从柳如烟那顺的,伊藤城凑过来,将当才贺 我一边眩下一边看,沈幼楚好猛,克强好帅,吴圣剑,月亮变,半夜,婚礼结束后,我就跟伊藤城一起出去喝酒,庆祝我单身二十一年,还有一个秘密我没告诉她们,今天我骑共奖单车,摔倒在一个算命的瞎子面前,她说我面向没桃花,至少三十岁才能找到女朋友,如果想转运,可以选择去剪个造型,才能让我的恋爱员有一丝生机,三十岁,那时候都成土豪了,可不得有女朋友吗,但我害怕了,才去剪了头发,后来一想,哪个神棍在理发店门口算命呢, 我跌跌撞撞的来到柳如烟门前,砰砰砰,里面传来声响,柳如烟打开门,叶川,这么晚你来干什么,我酒一上网,冲过去,一把将她搂进怀里,我捏着她的薄唇,软软的,凉凉的,你嘴真是严了,我告诉你那么多秘密,你一个都没泄露出去,你回我了,我得三十岁才能谈恋爱,柳如烟责了一声,你要再敢跟我说你喜欢谁,老娘捶你信不信,或许是回光返照,我用头猛撞了一下她的头,意识的最后,我好像吃到了一块豆腐,� 我悠悠转醒,白色的房间,淡粉色的床单,这不是我的房间,但像是柳如烟的,我全身只剩一件四角户,我抿唇不解,我衣服呢,柳如烟适时走进来,歇意在门框上看着我,醒了,我还以为你要赖在我家呢,我昨晚上来的,不然呢,半夜来的,她神色有些不自然,舌尖顶了顶唇角,你不记得昨晚上发生的事了,我惊觉,怪不得我衣服没了,你昨晚不会对我图谋不轨吧,毕竟我那么帅,柳如烟有些无语,她深吸一口气,就算是我从这儿跳下去 也不会碰你一根汗毛,快出来吃饭,我一会儿还得出门,我利落的翻身下床,饭桌上,柳如烟的手机一直在震动,不断有人给她发消息,看头像,是一个橘黄色的猫咪,男生,柳如烟目不斜时的吃早餐,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这人谁啊,一个男生,废话,我当然知道他是个男生,你俩什么关系啊,男朋友,他逆我一眼,一双黑魔定定的望着我,我要有男朋友,昨晚就会誓死捍卫我的清白,不让你进门了,清白,这话乍一听不太对,我摇晃一下宿醉的脑袋,脑 脑子不太清醒,总觉得容易胡思乱想,那微信震动的声音一直传来,我心烦意乱,他是不是在追你,应该是我噎住,真是汗得汗死,烙得烙死,作为柳如烟的小竹马,从小到大见证过许多无疾而终的暗恋,他们或阳光,或活泼,柳如烟却一心学习,搞代码,但追柳如烟的男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,对他特别好,只有我,一岁的时候就把柳如烟的奶粉当了,两岁就把柳如烟干趴钱,在地上哇哇哭,初中的时候,看过一本八道总裁文,叫心动九十九次, 追求笑话的一百八十个准则,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跟他对着干,因为我妈不让我看这种小说,我只能把书放在柳如烟房间里,去抄他作业的时候再细细品味,读完之后,我仿佛领略了人生的真谛,可我也发现,好像我这辈子就只跟柳如烟对着干,比如,他不吃香菜,我就在他房间的阳台上种满了香菜,比如,他不看玄幻文,我威胁他逐字逐句的念给我听,他的语气平缓,照空成迟刀而立,一双毛子紧紧盯着不远处的鬼面网,小子,这一刀,你要 看好了,这一刀,会很帅,至今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的程度,可他还是不喜欢我,所以没有人能追到柳如烟,胡思乱想后,我看柳如烟的眼神都从友好变成了愤恨,那你不喜欢人家,别吊着他,我来帮你委婉拒绝,他将信将疑的把手机给我,我快速打下几个字,柳如烟,吃了吗,他,没呢,怎么,你要约我吗,没有就好,柳如烟,那快去吃,柳如烟,这是命令,顺手发了一个熊猫头表情包,霸道中不识抠搜,如果这孩子还喜欢柳如烟,那建议 去知恋爱脑博主那里静修一下,果然,那男孩不回了,下头了吧,柳如烟将手机拿回去,看了眼聊天记录,气笑了,这就是你的办法,有意见吗,有,这个城市就那么大,我还得维护一下风亭,只见他噼里啪啦打下一行字,柳如烟,不好意思,刚刚男朋友胡闹,男朋友,风亭被害,从柳如烟那里出来,就去了我的店里,我在市里开了一家甜品店,规模不算大,但租金还是挺高的,大学的时候就学着做蛋糕,但是我怕胖,所以只能拿柳如烟来做食饮,他听天由命的由我喂他蛋糕,直到,他那 马甲线消失不见,就再也不吃我的蛋糕了,但那时候我的技术已经变得很好,毕业后,就让我爸妈投资了创业基金,再加上推广,装修啥的,用了不爽钱,所以我基本上身无分文,一直靠柳如烟接近,好在柳如烟的公司也出具工膜,所以也不缺钱,盯了一声,店里进客人了,是一个女生,桃花眼,下额线分明,鼻子直挺,看起来奶离奶气的,皮肤也很好,他最近来的频率很高,喜欢的是一份香草柠檬蛋糕,我招的店员一直跟我试验字,我倒是能看懂, 哥,这女人又来了,我也给她几个眼神,真的美啊,对啊,你上不上啊,老了,不上了,那我上,这个男人叫小帅,是个大二的学生,今天他看见一个美女,但美女冲我来了,哥哥,我要一份香草柠檬蛋糕,我错,好,然后吩咐小帅去把蛋糕包起来递给他,小女生笑容灿烂,朝着我说,哥哥,可以交个朋友吗,小帅冲我试掩字,快上啊,这么大个美女,我抿着唇,害羞地夹了她的灵系方式,头像是一个被影,在大海的悬崖边站着的一个人,呈黄昏色调,昵称是 这一个句号,哥哥,我叫萧荣于哦,我忍不住感叹,这妹妹要是早生几年,或许我就不会听那个神棍那花,傻傻地剪头发,以前或许是流年不利,才让我那么多年一段恋爱都没盘上,烂桃花确实有不少,但是柳无烟,沈幼楚这种笑花猪欲在前,让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比他们差的人,遇上萧荣于这样的优质桃花还是头一回,望着橱窗里的模样,五官虽然精致,身材高挑强壮,但是依旧掩不住头发带来的笨拙感,我捏住拳头,要是让 我在遇见那个神棍,我就让他知道为什么花那么红,最近有些没,走到半路下了雨,我没带伞,索性直接跑过去,等我回到出租屋,门虚掩着,我下意识以为是入室抢劫,直到打开才看见是房东,屋内一片狼藉,这也没到交房时间吧,我记得还有三个月,房东是个中年大妈,还算友善,小伙子啊,今天这里的水管爆了,我来找人维修呀,新手间的水都快把楼下淹了,这房子是住不了了,小姑娘你还是自己出去找个地方重新租吧,那么着急啊,还好遇见个不错的房东,没有路啊,对啊, 我会把剩余的房租和押金退给你的话,我回到房间收拾东西,秋天的衣服包,不算多,但东西琐碎,整整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出来,剑语还是没有停,我直接拨通柳如烟的电话,嘟嘟了好几声,电话才被接起来,柳如烟的声音里染了些疲惫,还有些沙哑,还有些雨,叶川,要是没事你就死定了,我眼睛一眯,我觉得不太对劲,她刚刚在做什么,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,我看一眼时间,现在已经11点左右了,11点,多么敏感的数字,一个单身女性,一个精力旺盛的单身女性,此� 请慎开口,我是不是打扰你吗,柳如烟那头似乎翻了个身,丝毫不客气,不然你以为老子是被谁吵醒,啊,你刚刚在睡觉了,或许是我声音的情绪太过外放,柳如烟敏锐地察觉到,你很失望啊,好失望啊,我紧接着问,你刚刚是不是做梦了,那头静了一瞬,对,梦见谁了,柳如烟不说话,五秒钟后,有话快说,给你三秒钟,不然我挂了,我家被水淹了,但我现在没钱,所以想去你家借住几晚,或者好几晚可以吗,你就哦呀,我朝着那头咆哮,你来呗,又 不是不让,她的声音有些年,好像是刚睡醒,但我明白,她一定是愿意的,毕竟刚毕业的时候,柳阿姨就叫我去柳如烟那里先住,我婉拒了,影响我桃花,既然你那么热情的话,来接我一下吧,节省打车费了,柳如烟把我带到她家的时候,差不多快十二点了,我的头发和衣服因为被淋湿过,穿在身上不是很舒服,所以我匆匆打开行李箱,将换洗衣物拿出来,柳如烟看着我明目,闲人一个,冲进浴室前,我朝她扬了扬筒,你要是没事就帮我收拾一下衣服, 我洗完澡就想直接睡觉了,反正你也没什么事,不等她拒绝,我砰的一身关上了门,力道之大,仿佛在说,你要是不答应,就会和这个门的下场一模一样,可柳如烟还是来敲门了,即使水流的声音蒙住了我的耳朵,但还是听到了她的针针叫唤,下次关门清流,这门,可贵,谁要是再说柳如烟败家我跟她挤,柳如烟确实享受生活,家里的洗衣设施都是一本一的好,看来她的精致从来就有迹可学,比如她将我种在她阳台的香菜都撕成了刀的形状, 她可能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是想包了我,我洗完澡出来时,家里的灯关了大半,我以为柳如烟已经睡了,但客厅暖黄色的灯光还亮着,柳如烟躺在沙发上,身上的衣服也换了,一条白色碎花裙,很居家,仿佛不受控制一般,我走到她身边,沙发很宽,但柳如烟的身体也占据了大半,我缓缓坐到柳如烟身旁,俯身偷偷看我这位亲美,都说薄唇的女人很过情,不知道柳如烟是不是能免促,眼睫浓腻,双眼皮,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双寒情眼看什么都深情,五官退去了少女的青涩,平添了几分美念,我手见得想拔下一根睫毛看看,但还没得逞,倒是柳如烟,仿佛早有预感一般,睁开了眼睛,朦胧的,含有笑意的,温热的手掌拉住了我的手腕,我正欲解释我的迷惑行为,她一拉,我被拽得往前倾倒在她的胸膛上,嗨嗨,这裙子好软,我的脸肉眼可见得红了起来,耳朵发烫,柳如烟的声音沙哑又兴的,别闹,陈汉生,谁,她她她把我认 成了陈汉生,原来她在做梦,我不客气地将她的手甩开,柳如烟果然被我的动作弄得悠悠转型,我拍了拍她刚才摸过的位置,晦气,她大概也明白什么事了,不好意思,刚刚好像认错了,我说出感怎么那么真实,能不真实吗,那是老子强壮的八块腹肌诶,不过,陈汉生是谁,她唇角轻钩,挑了挑眉,你不知道啊,果壳垫子的老总啊,这年头还有人做梦说全名的,她很帅吗,我壮丝无意地问,柳如烟笑了,须起左腿,将手掩在眼睛上,声音里竟是笑 她呀,超帅的,果然,情义青梅不如腹肌八块,住在柳如烟家,虽然不用交房租,但我也不好白吃白住她的,现在已经晚上七点,她估计已经下班了,我发微信给她,猛踹瘸子那条好腿,你今晚回家吗,看手机时柳如烟已经回消息了,柳如烟,回,猛踹瘸子那条好腿,行,你饿不饿,柳如烟,我今天下午没吃饭,忙呢,你要下厨,首先生午,我宁愿饿死也不吃外卖,还挺倔,猛踹瘸子那条好腿,当然不是,吃火锅吧,我只会做这个,� 你一会儿来接我,我们去你楼下的超市买吃的,顺便给她发了一个傲娇的熊猫头表情包,柳如烟,行,我要下班了,现在来接你,还不等我,一个清润的女生出现,叶川哥哥,现在还有蛋糕吗,是萧荣于,前两天她加了我自我介绍之后,也没有再多聊天,中途跟我发了她打羽毛球的照片,无奈我对这个妹妹确实没有太多兴趣,出于礼节回了几句,不过看朋友圈确实是清纯女大学生,我微笑,今天的生意太好了,你喜欢那款柠檬味的已经没有了,萧荣于有些惋惜,啊,已经没有 我笑了一声,看你朋友圈很多运动的照片,吃蛋糕对你身材没影响吗,作为小白鼠的柳如烟就是因为长胖了点之后,再也不吃我的蛋糕,连续在健身房泡了一个月才把身材练过来,我被她拉着去过一次,那时候某英正好有悬空转呼拉圈挑战,她被我馋得不行,就穿着黑色瑜伽服给我做了一次,视频现在都还躺在我手机里,这几天想到柳如烟的频率真的高了许多,我回过神来,萧荣于好像说了啥,你刚刚说什么来着,她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,我是说,哥哥,因为我把 蛋糕都分给我室友,接下来我该说什么,为什么分给你室友,因为你啊,但有些事看破不说破,只恨君生我已老,哥现在不是恋爱了,哥只想搞钱,那你可以看看,我的话音还未落下,玻璃窗外出现了一个人影,柳如烟穿着藏蓝色的风衣,发丝不羁地垂在额头,现在已经是冬月,外面的风有些大,柳如烟鼻头有些红,那双薄唇轻轻勾着,戏血地看着我,我的声音硬生生耿住,这突如其来的尴尬与惶恐是怎么回事,柳如烟却直接推门进来,红扇 柳如烟地对萧荣鱼说,你可以去看看他做的蓝莓蛋糕,也挺好吃的,他倾笑了一声,转向我,要回家了吗,不是说还要去买菜,感觉哪里不对劲,马上啊,我们先回去,旁边萧荣鱼的耳膜有些红,我咬了咬唇,打包了一个蓝莓蛋糕,朝他推过去,这个就当是我送你了,毕竟,尝尝别的口味也很好,欢迎下次光临哦,萧荣鱼颓丧地叹了口气,他真的很妹妹,我摸了摸他的头,拜拜,我要走了,待萧荣鱼走后,我跟小帅吩咐了几句,就 车上的暖气开得足,进去的时候我将围巾取下来,后颈有些不舒服,我这才想起这件大衣是我今天随便去商场美的,吊牌还没来得及拆,衣服太笨重,我的手臂抬不起来,我背对着柳如烟,柳如烟,帮我把衣服里的吊牌取出来一下,身后的人手掌拍在方向盘上,发出啪的一声,我疑惑地看着他,他毫不客气地用手按住我的脑袋,让我转过去,声音慵懒也平,别动,不是说让我给你取吊牌,他的手指微凉,我颤了一下,声音有几分尘,抖什么 我不语,柳如烟的指尖般悠悠地擦过衣领,向里面的吊牌探过去,每一次划过,后背都泛着密密麻麻的痒音,断裂的声音传来,一个吊牌出现在我的眼前,只是柳如烟的眼神,有些,意味深长,超市路,柳如烟推着车,我在一旁选择食材,到酒品区的时候,我问他,要喝酒吗?他挑眉,你喝吗?我都行,他轻笑一声,那行,买点吧,说好今天我请客,买的食材有点多,柳如烟在自助贩卖机前一个一个的扫二维码,我百无聊赖地四 那人穿着朴素的糖装,偏瘦,蛋糕,最主要的是,他戴了那副标志性的圆形墨镜,就是他,让我走进那家理发店的神棍,我对柳如烟说,你先付款,一会儿我转给你,我遇见一个老朋友,去打个招呼,柳如烟点头,去吧,我信不走到那人身边,近了还能听见他惬意的口哨声,我撑着假象,手按在他的肩头,好久不见了,大师,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两个字,那人身形一僵,下一秒善笑着跟我打招呼,叶先生好,你的发型,真不错,然后脚 到底抹油斑转身就跑,你站住,那人跑得比老鼠还快,但他大概没有算到,高中男子组常跑冠军,直到跑到一个巷子,那男人几乎无路可走,跑啊,怎么不跑啊,我大气不带喘地嘲讽他,不是,怎么跑那么快,别问,问就是因为一身正气,这两个月好不容易瞪头发长出来,还去找其他理发店重新打理了一下头发,才看得顺眼许多,我气得越走越近,拉住那人的衣服,你还我头发,还我头发,不会算命就别算,他像是一个纸片一样被晃得风雨飘摇,等等,叶先生,咱们文明一点,我读 随后我放开了他,他说得有道理,我拽住他,走,去警察局,他奋力正开,叶先生,你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,他言辞恳切,我双手环抱问他,说,怎么补救,你这回有药水啊,能让我头发长长,这倒没有,去警察局,但是我真的会算命,上次我是骗了你,但也是为了搞业绩吗,所以我三十岁才能谈恋爱是骗我,那肯定,我重新给你算,他席地而坐,你看,你这面相,一看就大富大贵,以前没谈过恋爱吧,对,那是因为时候未到,我来了一点兴趣,蹲下听他吃,你这人桃花其实很多 但是都是有一个人给你倒的,是吗,你仔细想想,你生命中出现最多的女人是谁,除了你母亲,而且我算到,你女朋友气质出众,而且有钱,我听得皱眉,那她能长啥样啊,这个只有大概的样子,反正肯定很美,最好戴富眼镜,身材好,高挑,你们俩站在一起简直是狼才女帽,那岂不是霸道女总裁,他说的基本是霸道总裁小说的常用词,我怀疑他是挑好听的说,此时,不急不缓的脚步声传来,巷子里还有些业务,我仔细看了看,字幕中走出来的人正是有如烟,他穿着 藏蓝色的大衣,里面是整套的职业装,我隐约记得他说今天要谈生意来着,业务将他的轮廓勾勒出来,眼睛上不知何时架了一副银矿眼镜,我脑海里突然想起了鬼怪的BGA,骗子的话仿佛在耳边一遍接着一遍的循环播放,长得美,最好戴眼镜,身材好,高挑,有钱,我的手不自觉的捏紧,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,柳如烟薄唇微起,干啊,我脸上有钱,我仿佛听见了滤镜碎裂的声音,他拎着一根大葱 你是不是,一个人来追骗子,不会跟我商量,有危险你怎么办,不是他,据我所知,没有一个霸总,是东北的,吃完火锅后,我小心地观察他的脸色,还是有些故意,我利落起身,去洗澡,火锅味道大,身上沾了味,才不管他呢,我愉悦地放着歌,只是洗到一半,没水了,可我的眼睛进了泡沫,睁不开,我随便拿了一条浴巾遮住下半身,朝门外大喊,柳如烟,他的声音多了几分尘,怎么了,没水了,我眼睛里进泡沫了,你直接进来吧,拿水给我冲冲,门被打开了,柳如� 他转身,去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你,我的眼睛恢复清明,柳如烟淡笑着看我,我动作十分自然地试探了一下花色,浴室里的热气太足了,我的脸有点烫,这个能修好吗,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打着多了,应该可以,我觉得应该不难,柳如烟的声音染了许多笑,那好,我先出去,不到十分钟,柳如烟就出来了,他手撑在门框上,朝里面的方向歪了歪头,修好了,我正欲走进去,但他的身子挡在了门口,让让,柳如烟叫住我,叶川,嗯,他轻笑,眼 那么无声对峙了十秒,他突然沉声道,慢慢醒,柳如烟舔了舔嘴唇,声音里平添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义务,别感冒了,柳如烟这阵子够有些忙,经常不回来或者忘了,毕业后跟他和朋友们一起合开了一个工作室,临近跨年,估计他也比较忙,今年的雪下得迟,出雪落下的时候,我看见朋友圈里都是分享歌曲,十二月的奇迹,和认真的雪,频率最高,我走到阳台,雪花素素的落下,物理暖气开得足,出来的时候只披了一件白色毛衣,搓了搓手,打开手机拍了一 不少五湖四海的朋友评论,柳如烟也评论了一条,柳如烟,那我来,你来啊,等你,没再回,倒是我兄弟给我发来消息,伊藤诚,你掉妹子呢,这都被你看出来了,伊藤诚,还一个人看出雪,你以前不这样啊,让我猜猜你的是谁,是柳如烟,不告诉你,伊藤诚,就你那样,我太清楚了,不过现在没事的话,咱俩去外面走走呗,今天出雪,广场那边应该很热闹,我跟伊藤诚来到广场这边,他说的对,很多大学情侣都出来了,街上还有看中商机的鲜花散饭,拿着玫� 一朵一朵的推销,生意很火爆,你租房那被烟了,怎么不来我那里住,你那里比较小,容不下我这尊大佛,他眯了眯眼睛,所以,柳如烟就醒,上课,我喝了一口咖啡,身体才暖起来,伊藤诚,你是不是喜欢柳如烟,我敏纯,伊藤诚还在催促,我忍不住笑了,到时候你就知道了,伊藤诚的视线看向另一个方向,别说到时候,你先看他后面,我顺着伊藤诚的视线看过去,目光定在一对羊眼的男女身上,女的我认识,是柳如烟,男的我也 认识,是高中时传的沸沸扬扬的柳如烟男女,高杨,高杨身材高大,是个很帅气的男生,性格也很温柔,大学似乎学的是服装设计,现在转行做了模特,愣神时,旁边一个美女过来,你好,可以交个朋友吗,美女扎着高马尾,郁姐得很,我笑着家了,在转眼时,柳如烟已经朝这里走了过来,她到的时候我正好通过那个美女的好友申请,艳浮不浅了,我抬头,放了黄手机,还行,是个美女,是我的菜,这话不假,我就喜欢这种郁姐一点的女生,恭喜啊,同喜 高杨呢,这么多年没见她,怎么也得寒暄一下吧,为了演的逼真点,还特地看了看柳如烟的身后,是吗,不是半年前才见过吗,一腾成看了看我俩,没忍住开了口,我得走了,明天还得加班呢,我和柳如烟同时开口,拜拜,我送你,一路上只有我和一腾成的闲聊声,柳如烟安安心心开着车,气氛十分和谐,送完一腾成后,我们回到了她家,开了客厅的灯后,我将大衣放在沙发上,我先洗澡去,她开口,高杨说,你们毕业前见过一面,对啊,我靠在沙发上,� 双手撑在沙发上,微微弓下身,与我平视,我还听她说,你问她,我和她有没有谈过,柳如烟声音低沉,这对你很重要吗,其实,是非常非常重要,因为你啊,是我年少时不曾企计过的月脸,我喜欢过柳如烟,没有人知道,柳如烟也不知道,从小到大,我什么事都是跟柳如烟说,因为我跟她住队屋,我们爸妈那时候工作忙,幼儿园放学以后,就只有我和柳如烟惊心心相惜,小学时我就喜欢过好多好多人,班长,学习委员,全都喜欢了个遍,小时候不懂喜欢,觉得他们很威风,所以没喜欢上一个都会跟 柳如烟讲一遍,柳如烟背着小书包,问我,叶川,你每天喜欢的人都不一样,不累吗,他那时候奶生奶气的,像个家子,不累,因为我都是嘴上喜欢,直到我开始给沈又厨写情书,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他开始不想跟我说话,甚至有几次我去他房间,他也只是告诉我,叶川,我很累了,不想再听你说喜欢谁,我的情都开得完,直到高二那年才发现我有一点点喜欢柳如烟,或者说,是很多点,可是高阳出现了,他和柳如烟的绯闻传的到处都是,那个高阳跟柳如烟在一起了,你知道吗,那天他们 一起做值日被锁气才是,听说他们经常去图书馆自喜,我的极度似乎像是翻腾的热水,腰冒出来一般,所以我做了一件最让我愧疚的事情,在他们又一次一起值日的时候,跟教务处举报了他们,举报他们谈恋爱,匿名的,很耽,可是柳如烟看见那封举报信,白色的信封,是在给沈又厨写情书时多买了的信封,自己是用左手写的,高阳被老师说得一领污水,柳如烟则是没有表情地站在一旁,那时的我扒在窗边看这场闹剧,柳如烟天过 视线碰撞,她的眼睛那么坦然,如果一开始是愧疚,那么后来更多的是无地自如,我终究成为我最讨厌的人,打小报告,中学时期最不齿的事情,那段时间我一直躲着柳如烟,每次看见那双黑毛,我的腿就有些软,虚的,那段时间我在高阳的书桌里塞了好多爸妈买的进口巧克力,有一次,被柳如烟抓包,你在做什么,没,没做什么呀,柳如烟走近我,手,我任命地把手伸出来,露出掌心里的巧克力,她用手托住我的手背,另一只手掰开我的手指,拿出紧握的巧克力, 柳如烟看我一眼,慢条丝里的打开巧克力的外壳,金箔纸打开的声音那么刺耳,巧克力被她塞进嘴里,她悠悠道,还挺甜,柳如烟那么坦荡,这句话在心虚的我耳朵里自动变成,我原谅你了,她大概知道,那封举报信是我写的,那时候的我真是羞愧难当,这让我连告白都羞于说出口,因为我,好像是个不太好的人,我有一个日记本,里面写了好多好多字,但写的最多的,大概是,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柳如烟,想告诉她,又害怕告诉她,那一年,我才清清楚楚的知道,� 蒙了许多灰尘,直到毕业前,一腾成做了模特经纪人,而高阳也在阴差阳错间成了模特,我去找一腾成的时候,高阳的秀刚刚结束,很久不见,虽然我跟她高中相处的一般,但她看见我时还是十分热烈,第一句话就是,你跟柳如烟,现在怎么样了,我愣住,就那样了,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地方上大学,但不在同一间大学,也不可能像情侣一样天天聊天,只有回家过年的时候,两个人一起看春了,高阳一了一声,我还以为你们会在一起呢,为什么这么说,她笑着问我,以前你举报我俩早恋, 不就是因为你喜欢她吗,死去的回忆突然攻击我,我紧抿着唇,一脸不可置信,你都知道啊,你给我塞了一个月的巧克力,要让我那么迟钝,很难吧,我闭上眼睛,消化着这些话,当时柳如烟也知道是你写的,她还让我别怪你,说你三观都还没发育好,就是可怜我,独自遭殃,不过她也在毕业后撮合了我和班长,所以这些都一笔勾销了,没想到你们进展那么慢,居然现在都还没在一起,柳如烟都知道,她全都明白,我有一个秘密,我喜欢柳如烟,谁也不知道,其他的事,她全都 比如大一的时候有个学姐追我,每天都在教室门口等我,比如大三的时候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,想要放弃柳如烟,所以我开始接触同一个社团的校园,所有的事情,她都明白,冤重青梅和她的离谱竹马,听起来像是个美好的童话故事,那她到底喜不喜欢我,所以,你跟她从来没有在一起过,想什么呢,当然没有,只不过我经常问她问题,什么图书馆也只是偶然遇见的,回到出租屋后,我在床上一遍遍看着柳如烟在运动器材上悬空用腰转呼拉圈的视频,心脏跳得从来没有那么快乐,于是我做了一个 就决定,吊她,醉酒后闯入她的家,借着酒意亲了她,我故意的,出租屋的漏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,但我还是连夜搬出来,因为想要住在她家,我故意的,衣服上的吊牌,没有剪,想让她亲自扯乱,我故意的,让她给我收拾行李箱,我故意的,热水器弄坏了,只为郁金,我故意的,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糟蹋柳如烟的话,那我希望是浑身缺点,仗着她的纵容肆无忌惮的我,除我之外,谁都不可以,柳如烟问我,她和高阳有没有在一起这件事对我重不 我没有回答,反而回到卧室,反锁了门,那天之后,我和柳如烟仿佛陷入了一汪潭水,在水里纠缠不清,却又拉不住,我不记不管,柳如烟静观其变,出血那天家的美女还在持续给我发消息,看来确实比较喜欢我,跨年这天,柳如烟还是得加班,我准备了一个小蛋糕来跨年,柳如烟终于在十一点半的时候,到家了,我将手机放在桌上,去冰箱里拿蛋糕,叮的一声,有人给我发微信,备注是出血欲减三六地,柳如烟微眉了下眼睛, 三六地,还挺大,就是跟我差的,我咬着唇,才勉强阻止住上扬的嘴角,还行吧,我打开微信,看出血美女三六地,给我发的图片,由衷赞叹了一声,柳如烟坐在我身边,侧过身子看着手机上的图片,一张穿着黑色针丝的睡裙,腿上还穿着中挺黑丝,隐隐约约还能看到白花花的一片,柳如烟还是笑,只是笑得有些许甚人,身材不错,聊一个月了吧,准备谈了吗?她的话老成的像个大家长,我沉思一瞬,快了吧,不过我不太知道怎么谈恋爱,柳如 我教你,好像她特别慷慨的样子,我也丝毫不处,好啊,柳如烟站起身,俯视着我,颇有几分风轻云淡的意思,她绕过我去酒柜里拿出一瓶酒,醉裂的福特加,砰的一声,放酒的力道有些重,她的气势有些烈,我皱眉,你教就教,拿酒做什么,她利落地打开酒,慢悠悠道,住信,她靠在桌旁,俯视着我,眼里近视野兽一般的挑衅,就像是在问,敢来吗?我咳嗽了几声,这酒确实烈,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酒量确实不太行,可还 在死鸭子嘴里,你谈过恋爱吗你就教我,没听她说过呀,谈过,我一乱,谈过几个,这要看怎么算,嗯,在我看来,牵过手,抱过,亲过,都算是谈过,她深深地看着我,牵过手,我们不止一次,拥抱我,她叫我陈汉生那股,亲过,大概是我醉酒故意亲她那次,凉凉的,软软的,所以,有几个,我含着笑,亲身向前,与她的距离只有几厘米,柳如烟雅声道,所以就只有一个,她缓缓靠近,我几乎能看见她脸上细小的龙毛,我躲开她的 唇,快十二点了,新年快乐,我去睡了,说着就要走,只听后面低笑,枉我,请客间,我的手腕被人抓住,用力一拉,被拽至沙发上,柳如烟坐在我腿上,双手还住我的脖狗,一气呵成,她的鼻息里沾着酒气,夜穿,还掉吗,我装作不明所以,你说什么呢,我听不太懂,初吻,还记得吗,我笑着摇头,午夜的钟声敲起,新的一年到来,随着烟花的爆裂声,柳如烟的泥南像是一个梦幻的泡沫,在我耳边轻轻炸开,那我帮你重温一下,纯� 我热烈回音,毕竟,她懂我的图谋不古,我懂她的故作矜持,我按戳戳勾引,她静观其变的配合,我们都心照不学,还有,柳如烟的妖父力量,没白练,正文完,翻外,新年那天,我被迫去柳如烟家送大闸戏,好吧,也不是那么被迫,刚进玄关,柳叔叔和柳阿姨还在厨房忙活,柳如烟帮我接过盘子,顺便亲了我一口,晚上怎么安排,我挑挑眠,看春晚,还有呢,我歪着脑袋问她,她抱着我,晚上去外面走走,约个会,行,我们谈恋爱的 事情,都没告诉爸妈,要的就是那种在父母眼底下偷摸谈恋爱的刺激,吃完年夜饭,我还在房间里跟柳如烟聊天,我妈从外面叫我,叶川,我和你爸去打牌了,好,然后迅速给柳如烟发信息,猛踹瘸子那条好桶,可以过来,我爸妈走了,柳如烟,遵命,我尖叫一声,跑到门外迎接她,进门后,我勾着她的脖子倾她,忘情时,我听见了玻璃碎裂的声音,我爸妈,本应该打牌的人,就站在客厅,下意识,我把柳如烟踹到了我一明远, 活像她是洪水猛兽一般,我爸妈惊讶的同手同脚的到处,直到我妈打了柳阿姨的电话,亲家,我们低恋爱,彻底曝光了,翻外二,女主视角,叶川最近,有点奇怪,她那天喝醉了,来我家,我第一反应有些生气,当时已经半夜三点,喝了酒一个人回家,第二天得跟她播放一些社会新闻,可她亲了我,我几乎僵在原地,甚至因为太过惊讶,手没稳住,她差点摔倒在地,但是在那一瞬间,她很快地冷住我的脖子,刚刚眼眸里那一瞬间的清明骗不了,况且,喝醉的人有那么 这次清闻像是打开了五年九时休的开关,那段时间,我频繁梦到她,想的都是那些破事,她家被淹的时候,我家了好几天班,才逮到一个睡觉的机会,又梦见她了,还做了点过分的事情,所以即使是她打断我的梦境时,我也有些不熟,但她说来我这里住,下意识想,这是寨主找上门啊,帮她收拾衣服时,好几条四角裤被放在一个真空袋里,我叹了口气,尽量闭着眼将他们放在了衣柜中间,她就在洗澡,为了避免我想路飞飞,索性直接睡下,但这个不怕死的离我越来 男人确实是个不太好的东西,我索性借着梦境,抱了她一下,还笨拙地找了个借口,陈汉生,哪有人说梦话还能被全民的,还好她不太聪明,最近,叶川对我太亲密了,自从高中举报信之后,她有意无意地跟我保持距离,我其实都能发现,本想等她冷静后,跟她攀个牌,但过了几天这人依旧在跟我说她那些秘密,真知道我以为我的判断出了错,我承认我有些犹豫,如果说出口之后,她躲着我怎么办,以前她本来跟她同桌玩得挺好,但有一次同桌跟她告白之后, 她立刻躲得远远的,真烦,我是说她那些秘密,所以直到现在,我们依旧没有进展,那天她让我给她取掉牌,不知道为什么,这么多天的躁动突然平静下来,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懂,男女之间那点事,都那样,但叶川不一样,她以前孝庆表演的节目可是胸口碎大事,要是搁在以前,她大概会直接把外套取下来,自己摘,我笑了,似乎是感觉,她有点暗戳戳勾引我的意思,本来只是猜测,后来她在热水器上动了一下手脏,进去的时候她只为了一块浴巾,曾经她买到好看的衣服时,会给我发 发照片,问我帅不帅,那天才是切身感受到,真的很帅,我很快就修好了,但足足在浴室待了五分钟思考她最近的一场,没得出所以然来,反而想,要是能在一起,那么该多幸运,但她还是对美女不拒绝,很难搞啊,要跨年那几天,她的心思也不遮不掩,我拿出福特加,确实是助兴,没有酒,很难不要脸,还好,得偿所愿,全文完